自己平常都會來卡廳運工作 第一個Wi-Fi穩定 然後又有飲料 初社會工作三年的Harry 是位數位遊牧者 任職新加坡跨國公司 以遠端工作的方式 不用進辦公室 隨意選擇工作地點 不受限單一區域 有機會在世界各地 享受工作 生活和旅行 做遊牧我們就是透過網路 能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 只要是網路穩定的地方 我們都能夠工作 跟線下工作不一樣的是 跟同事之間的溝通 要非常的清楚 然後因為其實平常見不到面 可能在用詞上 或者是甚至是 那個emoji這種表現符號上 都能讓我們的文字 變得和緩一點 Harry的工作地點 遍及世界各地 有新加坡 巴黎島 大陸和日本 日前就曾與各國的 數位遊牧者齊聚在福岡 共同體驗遊牧生活 日本有一群遊牧者 他們做了一個活動 吸引全世界25國的 所有遊牧者在日本福岡 住了一整整一個月 我那時候看到的有蠻多是 影片剪輯者或者是數位行銷 或者是甚至是 遠距的營養師等等的 其實我發現工作內容 非常的不涉嫌 那次我給我最大的一個感覺 就是說其實他非常不涉嫌 甚至連攝影師也都是可以成為 可能說遊牧者之一 數位遊牧工作者 只是要帶上一台電腦 到有網路的地方就能一邊工作一邊旅行 自從有疫情來 這種遠距工作的形態是更加普遍 也讓越來越多國家開始發放數位 遊牧簽證 為了網絡優秀的外國人才 日本政府的數位遊牧簽證 預計在今年三月底前上路 只要是臺灣 美國 英國 澳洲 新加坡 南韓等 四十九國免簽證護照的公民 有加入民間醫療保險 年收入一千萬日元以上 約兩百一十萬元以上新台幣 就可以申請數位遊牧簽證 希望吸引高所得高資產外籍人士 停留時間可待六個月 今年韓國在二零二十年一月一號 正式上路這個韓國的數位遊牧的 這個簽證 方向跟日本這個是差不多的 他們基本上都有一些條件 例如說他的年收入要到多少錢 以日本來講就是一千萬日幣 臺灣就是兩百萬 這個數字就是算是各國政府 想要延攬數位人才 來到他們的政府 來到他們的國家 去從事一些數位的活動 目前全球已有五大洲 超過四十個國家 推出數位遊牧簽證 還包括了德國 西班牙 希臘 克羅埃西亞 愛沙尼亞等歐洲國家 其中愛沙尼亞更是全球第一個 推出數位遊牧簽證的國家 對各國而言 除了吸引高端人才 還能推動當地科技產業和觀光旅遊發展 會去做數位遊牧的人 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些社會的精英 他們有專業的 總之現在就是全球一個人才大戰 我要不就是吸引你來觀光的 要不就是吸引你來移民 那介於中間的是什麼呢 歡迎你來數位遊牧 在這邊待個一兩年 以臺灣來講的話 目前相較於韓國跟日本 是相對落後一點的 臺灣到現在還是沒有專門 for digital nomad visa 那這塊的話 我們協會也目前 也在跟其他協會在積極溝通 正在跟政府去提出 臺灣的稅遊牧簽證的草案 對 那我們也是希望今年 能夠成功的把這個草案推出去 然後跟上世界的腳步 而全球最適合數位遊牧的十個國家 前三名分別是西班牙 阿根廷和羅馬尼亞 以西班牙來說 簽證有效期為十二個月 收入每月必須超過兩千六百歐元 約台幣九萬元 並擁有私人健康保險 與西班牙境外公司一年的雇佣合同 及至少三年的工作經驗 歐洲非常適合 像最早我認識的很多數位遊牧工作者 他們首選都是歐洲 一片歐洲大陸上面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國家 而且他們都是歐盟 搭個火車 很容易在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景點間移動 所以我也聽過 有人是背著電腦 在歐洲的火車上 一邊完成了很過癮的案子 同時也游離了歐洲 目前全球約有三千五百萬數位遊牧族 國外搜尋網站更預估 到了二零三五年 全球數位遊牧者將有十億人 佔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 工作不再受地獄和時間限制 疫情助攻下 數位遊牧 儼然稱了工作新樣貌 TVBS新聞 黃冠偉劉燕宣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維末 民陆